奉上热热的好茶 蕴含的是禁思三好 心发好怨 口说好话 身行好事 感恩长期护持慈善志业的荣董们 新寿正荣董蔡秀凤是自身志工 在瑞穗开设五金行 圆满荣董是为了实践竹筒岁月精神 每天在店里说慈祭 慕心慕爱 更设下日日行善的目标 转换习惯抱怨的心态 说自己是个阳春溶董 阳春光明 那是春 那是春 溶董就是小钱行大三 我在想这个日子做来 我在野时 我每天有去现身做一件 事情要回馈社会的事情 这是我最重要的 我是一个不太会笑 然后心里有很多苦闷的人 沈思童因为参加大爱妈妈 与慈祭结缘 改变了她的人生 让她学会爱 然而生命无常 现身离癌 夫妻俩面对病苦 携手走过难关 发心圆满溶董 红发立身 因为心中有法 遇到境界才会有办法 这一场病苦失线的时候 我觉得在第一个时间 为什么我会想到说 不要想万一去想还好 是因为上人一直告诉我们说 其实懂得转念这件事 是很可贵的 近似近设法师 感恩大家的护持 也带来祝福与鼓励 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帮助世间苦难人 离苦得乐 用心经营幸福人生 当然新闻 真善美制工业 曹沁许正雄花莲报道